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任普 前几天我跟我的小孩在读童话故事书的时候 看到一个故事书就是金法女孩跟三只熊的故事 那我就注意到这个金法女孩 他的名字叫做Gordy Lux 那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Gordy Lux还是蛮有名的一个名称 那他被叫做是一个金法女孩法则的一个法则的名字 我们就称为Gordy Lux的Principle 那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 这个所谓的Gordy Lux的Principle 就是金法女孩法则,金法女孩效应 他到底在指什么呢? 怎么会跟金法女孩跟三只熊的这个童话故事扯上关系 我们来讨论一下 金法姑娘与三只熊的故事 是英国作家萨塞的作品 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儿童故事 他的故事就是讲说有个金法姑娘 名字叫做Gordy Lux 他在森林散步的时候意外看到了一个三只熊的家 就翘好三只熊 因为他们刚煮完粥觉得粥很烫 就出去散步 他们都不在家 那这个Gordy Lux就很调皮的就跑进他们家里面 他就发现说这个桌上有三个碗 有大碗、中碗、小碗 各别是爸爸熊的、妈妈熊的 跟baby熊的碗 里面各放了粥 他觉得爸爸碗里面的粥太烫 那妈妈中型的碗里面的粥太凉 结果baby熊的碗里面的粥 不温不凉就刚刚好 另外他也发现他们的椅子 他觉得高得太高 结果那个baby熊的椅子刚刚好 后来他看到了床 他就发现说爸爸熊的床太硬 妈妈熊的床太软 结果baby熊的床对他来讲刚刚好 所以他后来就是睡在了baby熊的床上面 这个故事 我会觉得这个Gordy Lux 他的问题在于 他根本就是小偷 跑到别人家里面偷吃东西 又偷睡别人的床 结果没想到 其他人对于这个故事的观点就是 你看到吗 粥太烫太凉不吃 吃刚刚好温度的 椅子太高太矮不做 做刚刚好的 然后那个床太硬太软不要睡 睡软度刚刚好的 所以这样子就表达出 所谓的恰到好处的性质 所以那个金髮姑娘 Gordy Lux的原则 其实指的就是恰到好处 这样子的观念 好那我们看看这样的观念在那里应用 在哪些领域 你会用那个Gordy Lux的这个Principle 来表达所谓的金髮姑娘法则 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小朋友 在心理发展的认知科学 与发展性理学 就是小朋友 他的前面如果有很难的任务 跟很简单的任务 跟中间复杂的任务 他会把太难的丢掉 太简单的丢掉 因为太难的看不懂 太简单已经会了 但那个有点难度 又不会太难的 就是他拿来学习 跟玩耍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在所谓的认知科学上 会发现如果你要让小孩子学某个东西 你可以提供一个超简单 给他一个超难 跟一个你本来让他学的 然后刚好符合他程度的 好像这个不会太难 不会太简单 刚好适合你来学的 就刚好是刚刚所说的恰到好处 Gordy Lux的Principle 就是不难不简单 你会选最适合你的 那在天文学中也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各种不同的行星中 你在恒星的周围 而且这个位置 刚好温度啊湿度啊 然后有水分啊 它是适合生物生长的地方 才有可能演化出生命 所以这叫四居带 在恒星周遭某个特定范围内 是适合生物演化出来 或是在里面生存的 像这个恰到好处的生活环境呢 在天文学也有这样的想法 Gordy Lux的Principle 那我们在医学上也是 就是有些药物是促进的 有些药物是抑制的 但有些药物呢 是恰到好处的 有时候会促进 有时候会抑制 而达到很好的药效 像这个药理学上面 我们也叫它这个金髮女孩效应 它就是恰如其所 就是适当 刚刚好 恰恰好的 好那在经济学也是如此啊 我们今天呢 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给他一个很贵的价格 给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他可以接受 但也许略贵一点点的价格 他会选择符合他的 这其实在行销模式上也是 我会给你很多不同的选择 但是真正希望你买的 我们都已经设计了他的价格 这个价格在你的选择中 是你觉得最适合最恰好的 那其他的价格不是过高过低 他就觉得没有购买的意愿 所以在经济学 在行销模式上 也有这样的金髮女孩效应 最适当最恰好恰到好处的价格 你要怎么样设计出来 好在通讯这也是啊 如果今天你要把讯息传播出去 你传播太快太多了 把这些讯息传播给 其实不需要知道这个讯息的人 那就浪费了这个传递讯息的能量 但如果你要传递的对象都没有收到 我要发通知 结果该收到通知的没收到 就代表着效益故障 所以通信就必须是 把重要的讯息交给适当接收的人 而不需要接收的人 就不要给他太多的讯息 以免浪费了这些所谓的经济价值 所以资讯给的刚刚好 觉得对象刚刚好 也符合这个金法女孩法则 就是恰到好处 所以没想到这个Goldilocks 我以为他是个小偷 但是你要在各领域 是把他当作是一个 你会选择最适合你的 恰到好处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就称他为金法女孩效应 或金法女孩法则 Goldilocks Presupport 这是个有趣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我在陪小孩读故事书的时候 竟然也发现一个这么有趣的法则 竟然有了 竟然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